他都要不了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全湿了 他的标准很高 他就崩得很直 崩得很硬 他前轻 完全把脚后跟垫起来了 全程紧绷 脚后跟完全没放下去过 我们都休息了 他还是紧绷着的 我们以前 我们还那胖哥 以前还那胖哥 现在 瘦哥 对 现在是刚哥 我叫财智博 吉林省长城市人 为了入伍和适应部队训练 我从247斤 减到了现在170斤 总共减重77斤 从原来的245斤 减到现在184斤 成功减重61斤 我从238斤 减到了185斤 总共瘦了53斤 总共减了54斤 总共减了42斤 总共减重了41斤 这些身姿挺拔 身材匀称健硕的 宾哥哥们 总能成为 军营里的一道风景线 殊不知 他们中间 也有许多人 曾经是 为了减肥 而头疼的胖小伙 他们是如何甩掉 保肥肉 告别懒散 用强壮的身体 和坚强的意志 迎接全新的自己呢 单杠引体向上 锻炼的是队员们 上肢力量和身体协调能力 培养他们坚持不懈的品质 然而现在对于南部战区 空军某训练基地 单杠上 有的新兵来说 这个克姆 就是一个恶梦 这就拉不动了吗 突破一下自己 全身的力量 都集中在手臂上 队员们 还要引体向上 其中 新兵黄龙 面临的困难最大 手抓不住 就感觉完全绷紧了 然后有一种冲雪的那种 拉了三个 那我们离这个及格的标准 还差两个 刚入营的时候 能拉几个 入营进来之后 一个月之后才突破到一的 准备上半 上 开始 尽管眼前的新兵们 努力练习 手上开始有了老简 但有的队员成绩 还是让班长非常着急 别人机构率为什么这么高 我们就不行吗 那么 为什么有的新兵训练 会出现瓶颈期 成绩及格不了呢 原来 眼前依附明显宽松的新兵们 几个月前还是胖小伙 为了圆梦军营 他们在家克服重重困难 成功减重 过了体检关后 来到部队 但没想到的是 身体素质还是很难跟上 其他童年兵的步伐 为了让曾经的碰小伙 赶上正常的训练进度 新兵营特地组建了减肥小组 由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训练 在减肥小组中 身高1.72米的黄龙 体重从在家准备报名入伍时的 218斤 到现在140斤 减了78斤 减肥重量最多 而他遇到的挑战也最大 有点想吐了 有点想吐 你先转过去 你先在这坐一会儿 是 你先喝个水 谢谢班长 你这身体还是太弱了 我减肥减得太多了 我去减太快了 然后现在身体太虚了 当时减肥的话 用什么方法减肥 就不吃嘛 不科学 我在其实不科学 就控制自己摄入 然后跑步 饿着 对饿 就吃的少 然后运动多 减肥之前 以前是中午 当时打吃了 那得看情况 不自立的时候 学校一般不早不吃 中午晚上 然后还有一顿夜宵 大概四五顿 中午在学校的时候 我最喜欢点的学校 比较的猪脚饭 这么大一会儿 这都挺大的 我大概那时候 脸大概这么大 这么大 可乐 雪碧 天天喝 小屁都不够 像你这之前那么胖 应该勃起不来 都气喘吁吁的 跑步动作 跑步啊 对 谁跑步啊 我问跑步 我走路气喘吁吁的 和黄翁一样 肥胖带来的 不仅仅是身体体质变差 困扰大家更多的是 心理和生活 胖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点自肥 对 你自肥吗 我感觉确实有点 就从我大概200多斤的时候 真的都买不到衣服 以前还穿这种 这种马术的衣服 你不要给我穿了 我可能晚上睡觉 盖身上都不够用 肥胖时 黄龙曾动过 很多次减肥的念头 但由于美剪一斤 都很煎熬 它都半途而废 而这一次黄龙 短短几个月 足足减了78斤 刚开始想要去减肥 就这个念想 就一定要 要去减肥 要去参军 还有我父亲 我爸原来就是当兵的嘛 黄龙的父亲 曾是空军某部汽车连驾驶员 服役十年 父亲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 给黄龙埋下了参军报国的种子 为了达成愿望 到了大学本科毕业时 黄龙决定开始放手一搏 你一开始减肥你觉得很累 觉得就想吃东西 你怎么渴望都饿醒的 喝水 那时候就靠睡 靠睡觉定 定饿 饿了就睡 然后起来就不饿了 不饿就 继续动 运动 半年回去 去找辅导员去盖一些文件 我进学校门都不认识我 第一眼没反应过来可能 然而由于在家减肥 缺乏科学系统的方法指导 尽管黄龙减肥成功 过了体检关后顺利入伍 但体质并没有完全恢复到最佳状态 所以随着训练强度的增加 弱点就会逐渐暴露出来 有糖厘蛋都过不了干嘛 不够难 还是没有过杠啊 黄龙大把这儿你可以 加把劲 弹力带可以缓解队员们手臂的负重 辅助大家引体向上 但是黄龙的进步并不明显 不说 右手放不到 放放放 由于以前上肢力量锻炼少 黄龙双杠臂屈伸 更是一个都做不了 入伍前减肥也减掉了很多肌肉 因此减肥小组有的新兵上肢力量不准 单杠拉不上去 非常地急 我连及格现在都很难做到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考核过不了 要想拉及格 我说实话没有太大的信心 先减重 后塑形 有氧运动搭配无氧运动 力量训练管 专专业健身器材可以从不同角度 循序渐进地帮助减肥小组的新兵们 燃烧脂肪速伸 改变皮肤松弛 增强全身肌肉力量 拉当杠的时候明显拉不上去 他们的肌肉力量太差了 这种器械重量由低到高 依次训练 这种取得的效果比较好一点 你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重量 然后依次去突破自己 这台机器的话 我一开始好像只能拉到36千克 现在我练习了之后 我们现在能拉到45千克了 如果能拉和自己体重差不多的重量 黄龙的单杠成绩将会得到大幅提升 尽管现在拉的重量还有限 但黄龙明显地感受到自己进步了很多 实际上 入屋以来 经过训练 减肥小组的每个人 都在发生着不同变化 他们刚开始来 一个个都是小胖子 基本上面对我们这些考核科目 比如单杠 双杠 包括三公里 及格的很少 经过我们两个月的训练 给大家 这个体重明显地下来了 成绩有所提高 除了科学专业的健身器材辅助训练 新训营还专门为减肥小组的新兵们 配备了营养均衡的减脂残 帮助大家降低体质含量 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科学训练和饮食 大家单杠引体向上的成绩 是否有所改进呢 好 拉起来啊 用力 好 拉起来啊 用力 好 哎 四 加油 加油 好 过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及格了 稳住 稳住 一口气直接往上提 加油 咬住 咬住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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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五个 好 上去 开始 天道酬勤 让人惊讶的是 黄龙不仅单杠成绩有所突破 双杠必屈身成绩 也从一个都做不了到能及格 好好好 好 七个 而减肥小组的其他新兵 单双杠成绩也进步十分明显 不仅全部及格 有些人甚至达到了优秀 而除了体能 大家还将遇到什么挑战呢 队列训练可以提高新兵个人形象 培养吃苦耐劳的战斗作风 增加纪律观念 团队协作和集体荣誉感 然而迅速准确步调一致的动作要求 对减肥小组的新兵们来说 却并不容易 標 跑 邓人生你慢了没有 跑 飛 恢复 邓人生又是你慢 跑 难道我可以听清我的考量 這 相比其他新兵邓文生总是慢版拍 而被班长持续点评 他的心理压力更大 跑不走 四不立即练习 泡我 吐 泡 你紧张什么 身体比较紧张 想做好 反而做不好 为了参军入伍和适应部队训练 邓门生凭借着强大的自制力和毅力 成功减重50斤 下排人家低水 你太狠了 我们就出这一点汗 现在都瘦了 我淋了水了 腰带都湿了 连地都是这样 他每天都这样吗 对 每天都这样 我们只有脸上流的汗比较多 他是全身都流汗 我们如果湿里边衣服 他是连外面下摆都滴水 刚入营的时候流更多 现在好一些了 可能是以前减肥留下的后遗症 现在一运动就流汗 以前我都不懂运动 尽管邓门生将衣服被汗水湿透的原因归结于减肥 但战友们却并不这样认为 他都要不了一个小时 刚才是全湿了 他的标准很高 他就绷得很直绷得很硬 我们有时候还会放松 他是真的全程不放松 他前倾完全把脚后跟垫起来了 全程紧绷 脚后跟完全没放下去过 我们都休息了 他还是紧绷着的 我们以前还胖哥 现在 瘦哥 对 现在是钢哥 钢铁班的机制 我们是钢哥 为了表现好 每次训练 邓门生都全力以赴 他竭尽全力的状态 也强烈冲击着大家的内心 我们得向你学习 他平时做得很硬 是我们作风里边最硬的 我们真的很佩服 打心眼就佩服他 没有一点夸张成本 没有点虚的 说一不二 他就是 他想做好一件事 就是打心地想把它做好 你们把他搞得不好意思 对 他平时性格就这样 他平时话就很少 他平时就是比较内向 腼腆型的 现在更不好意思说话了 那么邓门生为何这么拼呢 想做好一点 这次入伍对我来说太难得了 我就想当一个好兵 我年龄本身就比大家都大 本来就是应该多担一些东西 我也不想跟大家添麻烦 1999年12月出生的邓门生 年龄比班长还大 而能如愿参军入伍 他走的路可谓一波三折 从小就想当兵 结果就是两次失败 然后第三次失败 我自己失败就是 平时也不注重锻炼 眼睛视力也是有限的 嗯 体重有时候达标 有时候不达标 前面的失败 跟整个身体都有关系 有时候我就特别的 特别的绝望 就觉得不争气 不过得到一个好消息就是 研究生参军放宽了年龄 嗯 放宽了两岁 这个政策刚好适合我 然后我就想参加第四次 三次与军营失之交臂 丝毫没有动摇邓文生入伍的决心 为了牢牢把握住 第四次报名参军入伍的机会 邓文生选择了考研 到时候我状态就是 年龄比较偏大了 对于征兵的开始的政策来说 我机会不多了 然后当时身体也挺肥胖的 当时最重的时候 达到一百九十多斤了 但是耐不住那炸鸡啊 可乐太好吃了 特别是学习 特别困难的时候 就喜欢点一份炸鸡 就给自己放松一下 备战考研期间 邓文生体重飙升 考上广西大学研究生后 邓文生制定了严格的减肥计划 开始严格控制饮食 加强锻炼 成功减肥四十斤 顺利通过了征兵体检 部队的生活是我从小的向往 一定要来尽一下义务 来到新军营 当一名好兵 一直激励着邓文生 在减肥小组 他不仅仅又瘦了十斤 身上也开始有明显的变化 好快一点啊 他有真硬的 硬的 他刚来的时候 就感觉还是比较胖的那种 然后现在 他的胸肌 然后基本的身材的情况 都有 双鱼蟹 双鱼蟹也有 他的身材今天也练得最好了 他已经把腹肌给练出来了 就这两个院班长 只要练三个一把的时候 就慢慢练出来 三个一把就主要是深蹲 然后起坐 我常常搁一把 你每天做多少个 上个一把 我给你吃 早上 中午 晚上 然后睡觉之前 在邓文生狠劲的带动下 入屋两个月 减肥小组的其他新兵们 也减去了双下巴 受了大多难 不仅仅成功减重 而且每个人都有了军人特有的痕迹 因为我们区别地方人 区别我们过去一个凭症 这是我们第一枚学家 对 自己组地过的小组 就是军人才有这种法 也是我们一种幸福 因为做一个军人 有点小伤小病算得要成功 上诞场我们都不会怕 即便有再大的伤口 我们也要坚持地向前爬向前进 今生就是要有热血 对 作为大零星兵 无论什么训练 邓文生从来不打折扣 甚至高标准严要求 然而他也不得不面对自己 一直以来的短板 最大的挑战就是 克服自己的紧张的情绪 还有就自卑 内向的情绪 这一天 战场救护科目考核 需要队员们利用多种姿势 搬运商员 由于是竞技比赛 之前出场的队员们激烈角逐 都经历了体力和意志力的双重考验 下组人员 下组人员 邓文生 到 出力 上 陈锡 出力 上 此刻让邓文生压力倍增的是 班长给他挑选的对手 实力非常强劲 那我的身边 雷四万号大壮 不是白照的 他那身边 我一个能 顶他两个 像那个硬拉的话 我可能拉将近300斤 他的话 之前给他调个200斤 他拉不动 为什么把他俩放这一组呢 一个是他们两个人的体重 减肥成果都是差不多的 再一个 我也是想激励一下邓文生的这个 号称心 因为他平时 很不自在 就是一遇到事情就紧张 我也想通过这种事 锻炼一下他的血性 和邓文生差不多 为了参军入伍 陈锡减肥51斤 从214斤 减到了163斤 不同的是 陈锡不仅年龄比邓文生小三岁 而且在家减肥期间 他一直苦练健身 身体非常强壮 尤其碧力惊人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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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慢点 腿 修炼腿 邓文生 他们其他组组已经搞好了 你抓点紧 让邓文生没想到的是 陈锡率先出发 这让负重本来就偏弱的他 更加着急 你这还没有开始 快点 追上他 我挑选了身高和他们差不多的 然后体重 也要比他们重个10斤左右的同志 这样更能考验到他们训练的结果 扛着队友一路奔袭追赶 邓文生的消耗很大 为了避免失误 邓文生努力克服之前训练时的紧张心力 而相比较陈锡这一组 预速则不大 不要晃 不要晃 要掉了 上员要掉 尽管陈锡出现了失误 但邓文生要想追赶上他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换动作了 换动作了 好 小心 要注意保护好上员的左腿 对不对 还好吗 邓文生你要加点紧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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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沃子的时候 这个姿势是最费力的 因为你要拉一个一百五六十斤的人 你还要把他放到自己的腿上 过程还是比较辛苦的 付出的体力还是比较大的 我也要做大女生 加油了 干嘛 快快快 他们打上来了快 虽然臂力与晨曦差距很大 但邓文生咬紧牙关 向着自己的体能极限发起冲击 而他的努力拼搏 也终于换来了意想不到的反超 放松 放松 把动作做好 快掉下来了 摸死我了 摸死我了 马上到中点了 好 过了 好 现在宣布 邓文生第一名 陈希第二名 榨干体能到达终点 邓文生这一次突破了自己 陈卓应对取得了胜利 刚才沃兹的拖拽伤元的时候 特别难受 感觉快坚持不住了 从来都没有体会到 一百五十斤的重量 今天 真是 又达到了我的极限了 随着训练的不断深入 通过减肥小组针对性的训练 曾经因为肥胖 导致自己有些自卑的队员们 脸上开始褪去青涩 变得更加成熟坚毅 渐渐有了一模 合格军人的模样 现在大家都比较自律的 吃的东西也比较合理 比较健康 然后加上合理的锻炼 我觉得自己身体更加健康 来参与食物之后 减肥减下来之后 就感觉自己整个人 就变得很自信了